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李世峰茶谈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VZ 今天非常荣幸能邀请到中国太极拳大家 苗云浩老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太极故事还有太极人生 苗老师从小练拳 并后来从事了专业来进行太极拳教学和传播的道路 那么在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还有他在整个练拳教拳这么多年的过程中 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什么样的收获 或许走过什么样的弯路 相信苗老师的故事和经历 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益处 来帮助大家学习太极拳 来修炼太极拳 那么苗老师请您分享一下 您是怎么样开始练习太极拳的 为什么开始练习太极拳 好的 大家好 刘老师好 嗯 大概在我记忆室的时候 五六岁 嗯 因为我的父亲一直练太极拳 嗯 我们的城市太极拳的传人 陈瑶宝老师 他在六五年左右 就在我们老家 一个门框在那工作 所以他缴了很多弟子 我的父亲当时也在学 所以在我记事的时候 经常听到他练太极 嗯 在我上学期间呢 每天我下课的时候 也会让我去扎马步 让我去练个简单的动作 嗯 但是在我小的时候 我出生的时候 其实慢慢长大 身体一天比一天胖 体质很差 在学校经常被人欺负 后来我的父亲 看我在利用课余时间去 去打拳 还是不够 所以他 他自己也喜欢太极拳吧 就决定把我送到了 温县成家购 大概在我十岁 我上五年级的时候 送到了温县成家购 一开始送到了 我老师陈自强老师的学校 在那个学校 每天就是专业性的学习 大概学习了八个月 八个月我的身体 身材 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但是我的父亲还是觉得 因为在学校的时候 毕竟一个老师带了一个班 带了很多很多老师 这个学生 所以我的父亲又去 拖朋友拖关系 又找到了一个 当地的有名的老师 让我住在老师的家里 叫做张国正老师 和陈强王老师是 陈强王老师的弟子 有六十多岁 住在他家里大概住了三年 有一堆一辅导 这个老师就教我一个学生 在那个期间 因为毕竟年纪小 其实学的都是套路 没有学太多内涵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老师家 家里学习到的就是 咱们传动武术的这种 这种精神 每天 这三年期间 其实我就学了一套犬 就是老家一路 每天老师 因为当时我也不太理解 每天 老师就是一个动物 每天在这看拟地 这一共是75个动作 大概持续了三年 在这三年期间 因为咱们传动武术学权 可能含着一些传统的思想 住在家里之后呢 你每天其实和老师的关系 其实也得维护得很好 每天不仅是学权 你的做饭呀 洗衣服呀 凭着帮老师家 做点家务呀 我12岁开始 在老师家 什么都会干 比如做个饭呀 交个地呀 去老师家除个地呀 那个时候都养成了一个 一个一个勤奋的一个 一个生活生活状态 三年以后 这一套拳 我自己觉得打得很好 后来为了打比赛 就要学习一些功夫上的东西 因为毕竟年纪小 还要去多参加一些比赛 又去了我们温宪县的一个 知名的老师 叫做陈友刚老师 到他的家里 又进行了专业的太拳推手训练 在那大概待了一年 那是这辈子最难忘的时候 因为超复合训练 在温宪县就有一个魔鬼训练营的称 但是每一届推出比赛 在那几年 有刚老师的五小时冠军武术 所以选学了去他他 去他他的训练方式 在我这个年纪就超越了 超越了自己的能力 每天 就这力量训练 也有一些力量的 一些杠能的训练 每天要把身体 为了练爆发力 每天就要握推 用力快速的 把这个一百多斤的杠能推出去 每天要练到你的胸口这 推到出血 因为他磕着你的身体 这样就这样就发力 在那持续了大概一年 也拿过赫隆文家省锦标赛的 推手冠军 包括咱们的全国的一些 推手冠军 这是一个经历 后来我又来到了温宪县 取得了好的名字之后呢 又到温宪县陈家库 找到了陈敏老师 陈敏老师到那之后就要 想学一些 我的父亲觉得 现在你的功夫也有了 力量有了 这个全家也有了 想再好好进修一下太极文化 理论方面的东西 想让自己的 这个太极更上一层楼啊 找到了陈敏老师 在陈敏老师的学校 嗯 学习了 大概1945年 在这个期间 真的学习到了什么 因为太极 对我的改变呢 因为我小时候 因为他第一是体胖 然后我身体很弱 第三呢就是没有自信 去哪儿别人嘲笑 后来通过这几年的训练 包括到陈敏老师那儿学习太极文化 最起码把我的性格 把我的身体发生变化 嗯 所以太极 首先对我来说 他的帮助 身体的变化 还有我的性格变化 对我的人生 有很大的一个一个 一个改变 对我的修心呀 修行呀 都是都是很好的 嗯 在我 一 一零年 一零年的时候就 在几元回到老家 在这里开始教权 跟着我的一个老师 叫朱学峰老师 在几元开始教权 在几元教权到14年 跟着老师 我们又去北京 创办了太极权文 在北京教权的期间 让我 其实是 感受最多的 在北京教权之后呢 我去了很多很多 公司单位上课 嗯 通过太极呢 改变了很多 从教权开始就感受到 太极权 对 嗯 我们人们的身体 是有很大的好处 以前学习的时候 其实 感觉还不是很深 因为毕竟我年轻 我的身体觉得一直都很好 到北京教权之后 很多 因为在北京教的时候 一些上满足 一些一些一些 因为北京这边的工作相对大一些 他们的身体 确实有很多很多压健康的问题 通过教权 他们的反馈都都很好 嗯 包括在北京我们 也创办了太极网络的授课 在全国有几万的粉丝 通过教权授课 在网上大家学好 学过之后 身体的变化 每天的留言 我的颈椎好了 我的腰好了 我的高续牙好了 其实太极 我觉得很神奇 在一个夏天 我回到了几元老家 在老家其实对我的感触很大 一到老家 因为我在网络授课 很多人认识我 知道我是几元的 我一回来几元的太极拳馆 就邀请了很多很多 在网络学习的这些 这些拳用 在一起之后呢 通过他们的一些 问题交流 让我感觉到 为什么我学习好太极之后 要去外面教学 老家现在这么需要一个 一个太极拳的老师 大家对太极都这么渴望 并且有一个朋友吧 也是我现在的一个学生 她的丈夫得了比较严重的病 当时她学权就是因为 她要通过太极改变她丈夫的身体 所以在网络上一直给我们学 但是最后呢 也是没有挽救过 这个对我的触动就很大 他们对太极的热爱 包括身体的需要 他们这么的相信这个太极 并且我们又离成家库这么近 我想哎呀 我在外面 教课 家乡这么多 亲戚朋友们需要 那个时候有了一个 回老家教权的这个想法 回到在19年 19年底我回到了纪元 有几个原因吧 第一个是 我当时我的孩子刚好是19年底要出生 我就回来了 第二呢 就过年的时候 刚好疫情也来 我回来家之后 刚好有这么多的时间 有很多拳友都在一起练 就来到了我们这个 工会 先记忍一下 一个地方让大家能够练 在练的期间 拳友们就不想让走 其实我也不想走 我第一是有这个 已经有了想法 第二这个环境 包括孩子出生啊 一些等等的原因 让我留 我就决定留在几天 留在几天 开创了这个 运太地拳馆 这期间 其实很顺利 也很不顺利 首先我们的 这个这个 因为我在北京 教权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 太多的 太多的能力吧 太多的包括一些经济水平量 让我去支撑这个拳馆 所以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们 我这边还有照片 就是我们的创始会员 就是一些拳友们 在网络上跟我学习的拳友们 一起 凑了一人几千块钱 十个人 凑了几千块钱 把这个拳馆打开 开开之后 困难比较多 推广宣传 都是这些 这些这些这些 拳友们的帮助 包括现在 现在我们在几元 也推了有 三十多家 企业单位 学校呢 也有现在 有五千多人 学习太极圈 我们的太极文化 包括我们上一年和河南理工大学合作 联合 就是成为他们的实习基地 现在太极 在几元推广 包括交作的领导也说 现在几元的太极事业 其实 已经推广得很不错了 包括领导的重视 和交作 和交作比起来 都都都都都都都已经有 很好的 很好的方向 我们今年又成为了太极协会 也是 其实以前没有这个想法 也是在交作交流的 和交作的老年提供委的主任 包括我们的理工大学的明运院长 我们的交作的太极协会的领导们 也是想说 他们特别 特别喜欢 几元这个太极份 所以他们想 让我们创建一个太极协会 因为有了协会之后交流起来 他们那边有很多很多太极的活动交流 如果有了协会之后 和他们一起 一起一起 一起交流起来就比较方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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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前面还有一个啥 可以可以可以 给以忘了 但是您 通过苗老师的分享 他从小练拳的故事 然后这可是真正的童子工 嗯 从小练 我是长大后才练的 从小就是玩 然后第二个就是 呃 您从就是练拳架 到推手 练功夫 然后再后来 从文化方面来阐述太极拳 其实这是一个 完整的太极人生 嗯 我刚才用的太极人生 其实是一个非常适用 非常适合您的描述 太极人生 那么 现在您又通过 这个 集思广义 集众人之力 一起创办了运太极 其实在今天早上 我刷牙的时候 我在想 因为昨天也是 借您的福 然后我跟您的这个教练 阮老师 一块去了咱们的 如同学校 然后在那边 我看阮老师 教这些 五六十个孩子 整齐化一的 打了二十多个动作 一星期一节课 这个孩子们都 都学了二十几个动作 打得还挺好 然后 后来 任老师说 您要不上去分享一下 我就跟孩子们讲了一下 我简单在国外 就是 分享太极拳 教学太极拳的一些 小小的故事 然后 又跟孩子们讲了 如何用英文来表达 太极拳 简单的一些词 那么 讲到这个 那些孩子们的精气识 就让我想起了您的名字 你看 苗老师叫苗运号 运太极 这个孩子们问我 他说老师 你的这个上者写的中进道 是啥意思 我说呀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小女孩 叫李子菲 我说你一直练习太极拳 一直跟燃老师 好好去练习太极拳 将来你通过 李子菲 去表达太极拳 这就是李子菲的太极拳 那么我通过中进道 来表达太极拳 中进道是我表达太极拳的一种方式 或者说太极拳 是我阐述中进道的一种途径 那么苗老师 我来想 你的这个运太极 是非常的有运味 并且切实地表述了您的思想 表述了您对太极的理解 为什么呢 你看 运 一个走 一个云 一朵云在行走 或者说很多的云在一起行走 这就是太极 妙手一运一太极 太极一运化乌有 对吧 一个云手半步全 你这个一个云是一个圆 圆动起来 那就是太极 所以说我觉得您这个运太极这个名字 包括陈欣老师 在陈世代音乐图说里讲 蒙子的浩然正气 您后来又去 然后不仅仅是公家 不仅仅是这个祭祭 后来又去运 就是寻找太极的文化 然后养一身浩然正气 我觉得您的名字 包括您的思想 是真正的并且实际的 落地了 把太极拳给落地了 把太极拳让很多人 一下子就能明白 通过您的故事 我更加加深了这个理解 非常感谢梁老师 分享您的故事 那么第二个 我想问梁老师的 就是说 我们练习太极拳 或者做其他事情也好 难免走弯路 那么有的人他幸运 他就是没走过弯路 我还真是遇到过这样的人 全世界 这个我采访了大概也有几十个 各行各野心灵色色的 有的人就是幸运 他们没有受过伤 我前几天采访一个西班牙朋友 他说我几乎上就没有受过伤了 除了崴过 就是说脚筋 崴了一下 真是就崴脚啊 膝盖上啊 人家就是没有受过 那么我是打篮球受了伤 然后膝盖嘛 或者说崴脚啊 后来通了太极拳 现在膝盖越来越好了 这个其他的地方 就是以前运动不当造成的伤害 也逐渐地在康复 那么您 你看那么大的训练量 或者说那么就是从小练这么多年 有没有或者受过伤 有没有您走过什么弯路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让大家更好的从您的故事当中 取取经 借鉴借鉴 然后来更好的把牌全量 好 对 呃 在训练当中肯定有受伤 我在从我十岁开始学拳 我就没有一个放假的时候 我的星期天 我的晚上休息 全部被我的父亲占用 必须让我打太极 所以练的练得比较多 嗯 我记忆最深的一次受伤 就是我在对抗的时候 对抗的时候一次比赛 第一场上学 因为两个人要要要要要活击 第一场上学就腿就肿了 肿了之后 我在第二场 第一场肿的时候 第一场赢了 第二场是第二天的时候 我说晚上赶快去治疗 当时晚上已经腿已经肿得特别粗了 我就 第二天就单腿还是 一条腿去对抗 还是最后还是赢了比赛 这个对我的身体来说 大概恢复有半年 我才能正常的走路 嗯 还想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练拳的时候 我以前经常讲课就是练太极不能太急 不能太着急 给我的学生 因为在北京 有遇到一个学生 就是他 心比较急嘛 练拳 他把太极当作少林拳去练了 他以为的太极就是 朝时 我今天来着 一般我要教一个老家一路 需要三个月我的教学计划 三个月 最起碍一个月就是在打基础 因为现在人的身体 他的身体体质都不是很好 如果上去你就练盘架子 可能是你受不了的 但是 他就着急 他不提论 他说你就教完 我一个月 我一定能学完 我平常有运动 就是通过这个 这个事情 他一个月学完之后 他的腿肿得特别粗 平常一个人 可能一天他打一个小时就够了 他每天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他觉得他自己 也经常运动 所以说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就把腿给 膝盖给练住了 就拍片子 治疗 有肌液 有脖子 这个故事就 就说明 咱们的运动 科学方法 听老师的话 它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练太极拳的时候 也告诫我们的拳友们 练拳一定要静下心来 稳扎稳打 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你觉得你可以今天我打五遍 我就打五遍 打完之后 你还觉得你的身体很舒服 如果你打完觉得累了 这就超过了你的负荷 不是说因为我的老师 可能我们当时有一个 在陈佳哥有句话就是 每天三十遍 什么时候打过三万遍 有功夫就成了 陈阳王老师以前 他讲的 他以前就是三十遍去 晚上不睡觉 晚上睡觉 他就 他就不在床上睡 我们温县农村有一栋 长条凳 很细很窄 陈阳王老师就睡在这个凳子上 他稍微睡着 就就就就 可能就要倒到地上了 一下就行了 他就继续 如果我们 我当时也试着去练 但是确实受不了 你打完之后 你不是膝盖的 就是腰疼 可能有的头疼 所以说根据自己的状况 你不能和别人比 他打三十遍 你也打三十遍 你的身体受不了 所以说我们打拳 因人而以 根据自己的状况去练 是最好的 这就是 这个方法 好的 谢谢苗老师的分享 就是说 打拳呢 您的分享 其实跟 就是我刚才举的 我们讲的就是说 有时候啊 这个 这个 不能说缘分 或者说咱们说巧合 我刚才说的 这个西班牙的朋友 是一个女孩子 前一天我的采访 就是她就分享了 跟苗老师讲的 几乎上一模一样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看一下我的 这个 这个 国内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我的视频号 国外的朋友看 这个 YouTube 这个 油管账号 然后 呃 来看一下我对这个 西班牙朋友的采访 他讲的 这个 这个 阿根廷人 现在西班牙 然后 他从小练 练武术练了 从十四岁开始 到现在 也是三十七岁 跟我年纪一样大 练了二十三年 没有受过伤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我的老师就跟我讲 适量 嗯 不要过复合 他说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 不受伤的秘诀 嗯 他说你一受伤 你一过量 你有时候你 比如说膝盖 撑不稳啊 或者说哪个动作 手臂这个没劲了 你就可能造成受伤 他还是练习这个竞技无数的 二十三年没有受伤 跟苗老师分享的一样 就是练前大家一定要适量 另外一个朋友 也是现在在西班牙推手 或者获奖无数 刚从美国交枪回来 西班牙人 这个人呢 可能跟我有点像 我们就是 哎呀 一天就是很难一直在练 也是 但是他也是比较控制 即便是一直在练 也就是说不要像就是 过度的去在短时间内 就比如说我一个月 想把老家一路路好 然后想让出成绩 他是我们这种武术精神 我们一直在练 但是就是长时间不停的练 而不是说短时间 一日报十日寒嘛 一日报十日寒 非常感谢苗老师分享 练拳要适量 练拳要适度 因人而异 那么 苗老师 那在您看 很多比如说我们 刚刚进入太极拳 这个行业 可能我们练了三五年十年 我们也想开一个拳馆 那么 这个也是我之前问的 另外一个西班牙朋友的问题 他是练少林拳的 现在练了几年 现在在西班牙的小城市 开了一个馆 然后 就是大家在那么从 呃 零到一 从 做一个教练 可能很多人都想开一个馆 那么这个 您有什么 呃 更切身的体会 刚才您分享的 啊 很多集思广义 集众人之力 大家把这个全馆给开起来 那么现在呢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你看这个网络直播 对吧 抖音呀 国内发展的真的是 我从 三个月前从国外回来 大吃一惊 觉得太好了 另外一个 他可能有 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吧 那么 就是您 有什么 切身的体会 那么咱们 现在我 早上 就跟苗老师练 有幸参加苗老师不同的课 早上六点 大家集合了一会儿练到七点半 那有的上班族 或者说工作人员 要吃个早餐再去上班 那么您还在学校里教 还在不同的企业教 那么现在您发展起来了 那么我最想问的就是 那个比较有挑战的瞬间 就是您开全馆 有没有想到过放弃 还有就是怎么样 就是说哪一个信念支撑您 一直到现在 嗯 肯定有 因为太极 太极拳的发展 包括 现在很多大的拳馆 能够持续下来的 其实都是 非常有名气的 或者说 家族流传下来的 我在教权 刚开始教权的时候 就有一个领导 告诉我 太极拳你要做成一个平台 然后想办法做其他的赚钱的生活 当时是这样跟我说的 说因为你不姓陈 你看现在外面 把太极做好的 都是家里的人 都是陈家的人 嗯 当时想让我放弃 因为我当时 就是没有做拳馆的 这个想法 就是想练好拳 所以当时没有太多想法 就到北京的时候 到北京的时候 其实 刚开始是比较困难 在北京教权 它和我们在 我们当地教权会一样 你在当地可能 你扎根扎上一年两年 整个地方就会认识 多参加一些活动 呃 就会好一些 但是在北京 你可能三年五年 十年没人认识 太大了 现在北京的时候 呃 刚开始 没有朋友 也也也也没有好的平台 当时也没有抖音这些的 这些这些媒体去推销你 所以每天就是在 嗯 这个地铁 每天在这个这个天桥 去打拳 发船单 当时是 想过的就是放弃 后来 支撑下来的 其实就是 呃 首先肯定家里的支持 呃 我也有想过去 上班呀 做生意呀 但是 我的家人告诉我 你 什么都不要考虑 你想 其实我当时遇到了一个 是 说让我去 赚点钱的事情 很轻松 但是我的家人告诉我 你是一个练武的人 太极文化 如果你一旦 碰钱 做生意 你的心肯定 肯定会复造 会被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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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钱 做做牵绊 所以我从小到大 虽然过得不是很好 但是 我家我的家人 从来从来不让我考虑起来 呃 所以我对太极是 非常纯粹的 热爱 就是喜欢 包括我 后来回到几元 回到几元 开全馆的时候 其实我什么都没有想 就是 刚才讲的 就是想让 想回来家 为家里人做点事情 就是这样的心情 让我 一直坚持下来 我 我和我的爱人在 在 在北京的时候 其实我俩住的房间 可能就只能放下 一张床 一个床 旁边能站下 站下脚 我俩又每天有一个锅 每天自己做一点饭 其实当时特别 特别坚固 嗯 能支撑我的就是 就是 对太极的热爱 包括我在 在 回来几元 我们做全馆 做全馆 嗯 后来我们想 怎么把这个全馆 给做起来 其实 首先我们现在全馆 包括现在全国的全馆 好像都是这样 线上线下的一个结合 呃 线下的全馆 线下的全友 现在以前在练拳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就是 在全馆学完之后 到家 他容易忘 想复习很难 呃 外地想来 想学咱们 温县成家过的台积 他还得跑 千里 很难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 线上线下的 这样的推广 线上让外地的朋友 也可以看到 线下呢 呃 让他们回去可以看视频 相互的这样的学习 让 全友们学习起来更轻松 呃 更轻松了他 现在 嗯 热爱太极的会越来越多 包括我们现在 还有一个思路就是 我们现在的教练 有一个是 专业的 叫幼儿 他以前是 幼师毕业 新向的幼师学校毕业 他从小 但是和我们一起练太极 现在我们一起创办了一个 幼儿太极武术 他就把 太极拳 传播到幼儿园里 在新向有一百多家 都在练太极拳 呃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思路 因为 太极在以前 误区就是第一 是老人练的 第二 就这么难 太难了 好多人上班族呀 这些这些 老板呀 领导呀 他们没时间练 所以说我们现在全管 这两个思路 第一就是线上线下 必须要结合 让他们学习来更轻松 第二就是我们现在要 从年轻的 年轻人上 着重去推广 这样才能传承得更远 你让他在幼儿园 学过他一圈 他只要学过一段时间 你就不需要管 这个种子种下去 他可能二十年三十年以后 他还会继续继续 所以我们的目标 现在就是放在幼儿园小学 再大一点 因为初中以上 他们已经没时间了 种 拨下这个太极的种子 健康的种子 就在幼儿园小学这个阶段 这是我现在开全管的 两个方向 好的好的 那么非常感谢今天苗老师 精彩地分享 那么从苗老师的三个故事 从小练拳的经历 第二个就是 有没有曾经走过弯路 第三个就是他从零到一 从没有 从刚开始教 可能没有很多学生 到现在已经发展到 几百上千的学生在不同的地方 分布在不同的年龄段 相信会给大家很多启示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 走苗老师相同的路 比如说从小练拳 或者长大的练拳 那么可能你在练拳过程中 会有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或许那么你全练的好了 你想开一个全管 通过苗老师的故事 相信会给大家有诸多的启发 那么在最后呢 我想如果苗老师 苗运浩老师 运太极 河南运太极 仰浩然正气 那么最后感谢苗老师 精彩的人生 精彩的经历 还有您精彩的太极拳的分享 太极拳的传播 汇集了这么多人 然后并且汇集到一代用战 然后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 运太极或者您的公众号是叫运浩太极拳 运浩太极拳 视频号 当然相关的抖音呀或者各种平台 那么大家可以自行搜索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给自己宣传一下 李世峰功夫书院就是中进道训练体系 呃 大家有兴趣呢 也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主要分享 以英文来分享太极拳的文化 也教一些太极拳的动作 学习更专业的 来找苗老师搜索河南运太极 运浩太极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精彩的分享